上个周六晚上来自国内 萨地亚佛教密宗佛教理事会和 密宗佛教理事会 曾佛宗卡撒加塔的数千名佛教徒 在中兆瓦马吉冷县的 普罗佛特寺庙举行的火光节身仪式 这是佛教徒为摆脱个人身上的 恶业所做的仪式之一 中兆瓦省马吉冷县的普罗佛特塔 周六晚上举行的火光节身仪式 仪式首先是在主祭坛上 点燃了蜡烛 然后进行通过火进行供奉的仪式 由四名面朝四个方向的阿舍黎引领 此次游行旨在消除众生过去的恶业 并且避免未来的任何伤害 在游行的过程当中 来自各地的数千名佛教徒 念诵班若经并且进行庄严的祈愿 最后仪式在信徒们 环绕普罗佛陀斯塔作为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